当晚扎文斌便回了县城 住到了抄子那儿 晚饭过后 总觉得脑子有些昏沉沉的 便先上床睡了 众人都以为 他最近是新商家旧商是累了 也没有去过多的管 就在那一晚 扎文斌做了一个 永远都不会让他忘记的梦 闺女再次回到了杨童渊 而他也再次在原地踏步 不仅有饕餮 更有一个阴差在旁边 恶狠狠地看着他说道 让你坏我好事 在醒来之前 他依稀看到那个阴差小鬼 着一袭红衣 不知是累得厉害 还是梦得深 总之这样一个夜晚 他翻来覆去地 呢喃着闺女的名字 俗话说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扎文斌 这就彻彻底底地给缠上了 飘荡在人间的鬼魂 无论你藏得多深 只要找到你生前的遗物 或者你的生辰八字 都能把你给揪出来 而那些已经入了地府的魂魄 只要尚未进入轮回之门 即使过了奈何桥 喝了孟婆汤 有点本事的道士 也能招你上来坐下喝杯茶 但是这阴差呀 就算不上是鬼魂 而属于是仙类来 不死不灭 地下人间来取自如 说白了 人家就是拿执照的鬼魂 吃的是公家饭 拿现在的话说 严重就是一公务员编制 是有组织的鬼 这人啊分三六九等善恶没仇 这鬼也一样啊 人的心都那么的难以猜测 何况是他们呢 扎文斌一觉醒来 满脑子都是那个场景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琢磨了一个上午 总算有点头绪了 他觉得呀 这事出就出在 烧了那红衣男子的尸体 守在客厅的哥仨 正包着花生米 扎文斌没冻酒 他们也就没了生气 一个个无精打采的 这时房门打开了 两眼通红的扎文斌 走了出来 冲抄子说道 抄子 你去帮我联系下冷所长 看看老王还在不在省城 抄子一听这话 立马放下了手中的小碗 一流烟 跑到了房间里 拿起电话 直接拨到了冷所长那 说明了来意 冷所长那头也不知道 只晓得老王是住在酒店里 说要是事情急呀 就直接带着他们 去那边找去 这边抄子挂了电话 立马通知了扎文斌 四个人下楼打了辆出租车 那会儿啊 咱杭州还都是老夏利 直奔着西湖边而去 在西湖边离楼外楼不远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名鼎鼎的西陵映社 再过去点呢 有条北山路 在那条路上 有个酒店叫做香格里拉 那地方无论是环境 交通 卫生 服务都是超一流的 去的都是些达官贵人 一般小老百姓 根本都进不去 更别说他们四个了 好在冷所长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拿出证件之后 由他带路 顺利地进了大堂 跟服务人员询问老王的情况 这酒店人员一查说 那人刚退房 扎文斌转头就想出去追 这时 大堂里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抄子扭头一看 哟 那不就是老王吗 他正在几个男子的簇拥下 快步走了出来 老王 抄子喊道 老王也听见了 一看 都在 再一看 扎文斌也在 这可太出乎意料了 他快步迎了上去 握住扎文斌的手说道 扎兄弟莫不是知道我要走了 贺地来送行呢 这感情好 咱们一块出去找个馆子 喝几杯再走啊 嘿 几位兄弟 等会儿一到啊 扎文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不知道底细的男人 对于老王 他根本不想去了解 也无从了解 只是 他或许能帮自己打开那扇门 仅此而已 他们的兄弟情义或许还在 又或许早在那深谷之中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对于老王而言 扎文斌究竟是自己的兄弟 又或者根本就是一位被利用者 他也分不清了 你带我走 去找你说的那个地方 扎文斌开口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让老王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对于扎文斌 他的确是心中有愧 但也绝对是求贤若渴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要带着他们 还有 替我安排好儿子的下半生 老王放下手中的拉杆箱 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砖头模样的东西 对着扎文斌说道 你等等啊 我去去就来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手机 我们俗称的大哥大 这是当时的富豪权贵们必选的装备 还得走后门才能买得到 老王拿着手机走到酒店的一角 对着那大砖头 唧哩呱啦的一通之后 满面笑容的走了过来 说道 没问题 然后转向冷所长说 冷所长 等下组织上会有同志来找您沟通一些小问题 您可得帮忙照顾照顾啊 这冷所长呢 自然也是个聪明人 对于老王这种神秘部门出来的 背后还不知道占着什么力量的人 他自然是满口答应 再说了 即使扎文斌以后真的有个什么事 他的儿子也一样会被照顾的妥当 这不那孩子呀 现在就跟着冷一人 一块睡一块吃 早就成了家里的一员了 此时扎文斌还有一个要求 也一并提了出来 还有这三位兄弟 跟着我一起走 所有的事情 由你们负责 这个自然没问题 几位兄弟的身手我都是知道的 那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我是求之不得 那咱们要不要先吃个饭 老王今天是喜出望外啊 他本来还琢磨着 回去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呢 弱大个中国 懂道的人有不少 但像扎文斌这样 有胆量 有气魄 关键是手头上有真家伙 脚底下有真本事的人 却是寥寥无几 马上走吧 免得夜长梦多 扎文斌说完这句之后 走到冷所长的跟前 帮我照顾好儿子啊 杭州某机场 一架特殊的航班上 仅有这五人 分别是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子 一个憔悴 却又饱经沧桑的中年男子 一个强壮而笑嘻嘻的年轻男子 一个干练而沉默的年轻男子 还有一个满脸横肉 块头巨大的男子 飞机载着五人 越过厚厚的云层 直刺蓝天 扎文斌坐在窗户边 看着朵朵白云 心里想 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离你们近一点了呢 在首都某特种机场内 一辆挂着军牌的高级小客车 已经早早地停在里面了 他的目的是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 凌列的西北风 让这个北方之地 有着比南方更加干冷的天气 下飞机的一瞬间 扎文斌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真冷啊 小客车载着他们呼啸而过 车上还有几个穿着西服的年轻男子 抄子只看了一眼 就小声对卓雄说道 这几个绝对是廉价子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已经足够轻 可还是惹来了其中一个男子 狠利的眼神 那眼神抄子读懂了 他们呀都杀过人 车子没有朝着万民心中的圣地 帝都北京驶去 而是七弯八拐的上了一条高速 随着窗外的建筑物越来越矮小 越来越破旧 甚至到了最后完全杳无人烟 他们进了一座大山 道路的颠簸和车内沉闷的气氛 让他们几人感觉到很是压抑 反观老王呢 倒是安心睡得自在 扎文兵也索性打起了盹 既来之则安之 这一向是他的处事原则 只是抄子这会儿 真有上了贼船的想法 天色已经黑了 看不清外面的状况 颠簸还在继续 他也索性睡了起来 终于在午夜时分 车子停了下来 熟睡的众人也一同醒了过来 有个卫兵模样的人 上来检查了一番之后 对着老王进了个军礼 然后招呼大伙下车 一座很不显眼的三层小楼 四周都是山 扎文兵看了一眼 密密麻麻的港哨和铁丝网 是随处可见 这儿的所有人 面部都没有什么表情 冷酷的就像是这天气 老王在前面带路 进了楼之后 大家才发现 这里面真是别有洞天 到处陈列着古董字画 那些名贵的器物 让超子张大了嘴 他明白 这里任何一件东西 流到外面 都将引起收藏界的轰动 但是在这儿呢 却如同垃圾一般 被随处堆放 老王 你究竟是什么人 和那灰白色的墙壁 形成对比的 是这儿的装潢 一点也不比香格里拉差 古色古香的装饰 反而给人一种 帝王般的感觉 在老王的引导下 他们分别被安排 进了两个房间 桌上的饭菜 还是热的 很明显 在他们进来之前 已经有人把一切 都安排好了 扎文斌也不客气 大口吃了起来 只是老王笑道 这里没有酒 不然就可以和扎兄弟 痛饮一番 吃过之后 大家都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 我会来叫各位 有什么需求 床头有电话 可以随时吩咐下面 我就先走了啊 告辞 超子还想问什么 却被扎文斌制止了 等到老王走后 扎文斌才说 人家的地盘 不要多话 是不是后悔 跟着我来了 要是后悔 明天我让他 送你们走 超子听完 立马就把脖子一更 任兵哥 你这是什么话 看不起我 扎文斌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说道 去洗洗睡吧 这一夜 他没有做梦 睡得好 好舒坦啊 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都得到了 书寨 一直到 床头的电话 铃声响起 接下来的三天 几个人就被安排在 这不知名的深山中 每天的饭菜 都会被准时地 送到房间中 当然 他们也可以到 餐厅里用膳 但是呢 这儿的每一个人 都如同哑巴一般 包括老王在内 他自从来了这儿 也很少说话 只是客套地笑着 活动的范围 被严格限制 到处都是把守着的哨兵 静止进入的门牌 随处可见 久而久之 他们也失去了 继续一窥究竟的兴趣 索秀 在房间里面待着 沙文斌本就是个 耐得住性子的人 坐在房间里 悟道解惑 把这前前后后的事 给串在了一块 几经思考之后 他觉得 那个梦中的小鬼阴差 八成就是那个红衣男子 如何把这二者 结合到一块呢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那便是 红衣男子 或许真如档案上 显示的那般 本就是一具 失踪了的无主尸体 又或者 他生前也是修鬼道之人 至于尸成何派 就不得而知了 这块东西 好比是黑暗里的蝙蝠 是见不得光的 总之 由于某种原因 这个红衣男子 在死亡之后 因为他的魂魄呢 是异于普通人的 所以 被某个贪心的小鬼 给发现了 那个小鬼 并没有按照 阴丝的规矩 锁着此人 进入黄泉路 而是采取了 另外一种 极端的方式 附体 其实啊 附体对于那些 另外一个世界的 好朋友而言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 他们需要在 没有完全控制住 记住的情况下 跟随被附体者 接触到太多 对他们而言 是致命的东西 比如 阳光 人气 具有灵气的大山 道观和寺庙等等 所以 往往被附体者 都是恐惧阳光的 他们喜欢黑暗 喜欢躲藏在家中 怕见生人 更加惧怕那些 开过光的挂剑 就更不用提法器了 往往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 在此刻 却比蛮牛 还要有力气 这不是她的本能 而是那些东西 在作祟 相信农村里的朋友 对于这些场面 一定没少听说过 又或者 更多的朋友 曾经见过 甚至是 亲身经历过 附体的最后结果呢 要么就是慢慢恢复 但是也伤了自己的元气 往往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里 会身体欠佳 精神萎靡 另外一种结果呢 则是被那脏东西 给害了性命 而扎文斌 对于这具红衣男子 更多的看法 是另外一种 极其特殊的存在 阴司里 也有好坏之分 贪心的人 看中了这具男尸 并依附在他的身上 然后窝在那个 阴煞之地 达成某种 不可告人的目的 恰好 又被他给破了局 那还会放过他们 对于掌管阴界的 阴差而言 想要谋害一个 下了地的魂魄 那是易如反掌的 抄子呢 闲得无聊的他 整日和卓雄 以及横右脸打牌 三个人刚好凑上一桌 每天跑得快 杀得满头大汉 反正这儿呢 除了酒之外 其他的东西 都随叫随到 全当是来度假了 不过这种日子呀 过个一天两天还可以 到第三天 连横右脸都不感兴趣了 每天对着天花板发呆 人呢 是会寂寞的 这种近乎软静的生活方式 最终能让你的精神崩溃 无聊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第四天 和往常不同 这一次老王笑呵呵地出现了 启卫兄弟怕是在这里憋不住了 都是我照顾不周 一些情况需要跟上的汇报 现在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说吧 做了个请的动作之后 大家便跟随着他来到了一楼 打开了一扇极其厚重的大门之后 一条通道里布满了明灯 老王带头走了进去 众人也快不跟上 这通道的尽头还有一扇门 进去之后呢 是一个会议室模样的地方 那张椭圆形的桌子上 已经摆放着几个大的包裹 老王随手一指 一人一个 自己拿过之后检查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 这种包 抄子一眼便忍出 是军用的 外面呢 是帆布 里面则是隔水层 属于特种装备 绝对是个好东西 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只 拎在手中 别说还真有点沉 打开背包 好家伙 这可把抄子给乐坏了 三轮军刺 散兵刀 还有橡皮炸药 老王 你该不是倒卖军火的吧 这玩意你们也能弄得到 抄子把玩着手中 一把大口径的手枪 这便是在世界上 鼎鼎有名的沙漠之鹰 虽然这玩意儿啊 只有七发子弹的弹容量 但两百米的有效射锯 和它那强大的威力 可以轻易地放到一头大象 除了这些 有登山锁 强光碧水射灯 登山爪 折叠稿头 以及各种急救药品 更重要的是 还有一部对讲机 老王笑道 你们三兄弟们 你们三兄弟们人一份 还需要什么我能办到的 都给办 长枪太扎眼 等到了地方 自然会有街头的人给安排 至于文斌 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都是上好的材料 除了那些反魂箱之类的 异宝找不到 其他的材料 也都给备好了 抽子爱不释手的 一会儿摸摸军刺 一会儿玩玩手枪 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军人 对武器的热爱 往往是超过了女人的 他不禁大笑道 够了够了 老王你这是要我们去打仗吗 这些东西 怕是一般的部队里 见都没见过 都是些高级货啊 卓雄 你说是不是 卓雄对于这些玩意儿 自然也是十分精通 熟练地打开弹夹 上弹 拉栓 打开保险 这套动作是一气呵成 确实是好东西 留给扎文斌的那包里啊 都是些符纸啊 香竹啊 朱砂呀 等一些道家用品 更重要的是 老王还挺细心的 给他弄来了糯米和黄豆 以及一包黑乎乎的液体 扎文斌捏着那东西问道 哎 这又是什么啊 老王指着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说道 有几包是狗血 都是黑狗的 还有几包是鸡血 上好的卢花大公鸡啊 我想你可能会用得着 都背上了 扎文斌不再答话 他明白 准备这些东西呢 老王是花了心思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需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或许是一段充满了危险和挑战的旅程 拿好各自的东西 老王又把他们送回了各自的房间 这一夜扎文斌睡得不好 其他人呢 也睡得不好 各怀着不同的猜测 辗转反侧了一夜 第二天 又是休息 把玩着刀具的抄子 看着闷声不响的扎文斌问道 文明哥 你说这老王到底是想干嘛 这装备都够把人武装到牙齿了 我当侦察兵那会儿 也没佩齐过这些家伙呀 扎文斌淡淡地笑道 你不就那点爱好吗 给你你就拿着呗 总不会是给你当玩具的 在这屋子里啊 还是好好说话的好 监视器旁的一个老人笑着说道 真是一群有意思的人 这支队伍或许真的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一旁老王正谦恭地站着 静听这位老者的教诲 当晚夜大黑的时候 一辆挂着普通车牌的越野车 响起了刹车声 扎文斌一行 连同老王在内 一共五人坐了进去 车子钥匙交给了何一超 同时还有一份地图 而这份地图的终点 已经被画上了一个圆圈 那个地方在现代卫星地图上 甚至已经被抹去了 夜色中 这辆越野车发出低沉的吼声 朝着那个终点慢慢拾去 从地图上看 这儿应该是位于我国东北角的方位 超子和卓雄轮番驾驶 除了加油的时间 连就餐都是在路上进行 而老王一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只说到了那儿便知道了 车子已经下了高速路 走了一段国道 渐渐地就成了乡村小道 到后来干脆就没了路 也就更别提有人烟了 好在这车子的性能不错 过个小河上个小坎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扎文斌有点晕车 觉得难受了起来 他打开窗户透了口气 外面的风透星凉 灌进肚子里不禁浑身一个哆嗦 车子一直行径到了 实在无法前进的时候 老王通知各位准备下车步行 这时已经是早上八九点了 太阳都已经出来了 有丝丝暖意 据老王说 只要翻过眼前的这座山 就会有一个寨子 晚上要想喝口热的 就必须抓紧时间 在天黑前到达 超子看着那座白雪挨挨的深山 心想着 该不是老头你在忽悠我吧 那上头能有人住着 再说了 这地方连个孤魂野鬼恐怕都没有 能有人 北方的雪不同于南方 那边的雪是干雪 因为温度低 即使弄到身上来 也不会因为那点温度而融化 并打湿衣服 反而只需要像拍打灰尘一般 轻轻抖抖便可以去除了 不过 这儿的雪啊 看样子应该是年前下的 山脚下倒还好 雪灵星的一堆接着一堆 但是从半山腰起 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跟镜子似的 也瞅不见个鹿 眼下装备是齐全的 车子里该有的东西都有 连防止致人雪茫的护目镜都背着 他们一人背着一个重重的行囊 开始向山顶出发 超子和卓雄那是呆过雪域高原的 横肉脸天生就力气大 体力上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扎文兵吧 虽然比不上那哥仨 但是呢 好歹自己也修到这么些年 还会些拳脚功夫 勉强能跟得上 老王可就惨了 年纪到底大了 这山路崎岖 不少地方还有一层薄冰 即使穿着登山鞋 也不敢大意 速度自然就被拖下来了 不过这一回啊 他可是名正言顺的领队 也只好咬着牙坚持 两个多小时后 勉强爬到了半山腰 大伙这一路可都没有休息啊 再往上爬就是雪线了 这山啊 说是陡峭 那倒也不至于 就是一个字 高 要说祁风山是半截在云里 那这山就是全部在云里 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通天风 古代的帝王经常会登泰山几天 在王公贵族的眼里 泰山高 高到离天都很近 也就离天上的神仙更近 为了显示自己对于上仓的崇敬 也为了祭祀祈福活动的前程 所以帝王们往往就会在特殊的日子里 登山祭拜天地 通天风 顾名思义 直通天际 北方的山不像南方这般险峻 但是它大 一座山脉连绵不绝 蔓延开来几十上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长 因为这儿又产落叶类树木 山脚下的土壤极其肥沃 所以在这些绵延的大山之中 隐藏着许多我们未知的故事 扎文兵早就看过这里的山势 两个字 气魄 有山有水的地方 必有龙 有龙就有气 有气就可以诞生一个王朝 作为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龙手 呼吸吐纳的同时 也让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沾满了灵气 休息了一阵子 仰望山头 接下来的路可就没那么好走了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登山杖 最主要的是拿来测试血的厚度 好在这儿的人为活动并不是很平凡 所以满山都还露着半个身子的松树 大头的是抄子 一手抓着那些树干 一手撑着登山杖 深一脚浅一脚 后面的人也都跟着他走过的痕迹前行 在雪中行走不比平地 每一步呢都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行进的速度自然也再次慢了下来 这一眼看过去除了白还是白的鬼地方 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啊 抄子闷声不响的领路 他不能停 他一停后面就会泄气 那队伍可就失去了精神 嘴里哈着热气的他一脚踩了下去 嗯 不对 脚下有情况 这里的血是干血 一般的地踩下去也能下到小腿肚子 可这一脚才踩到了斜帮 抄子试着用力蹬了几下 很硬 好奇之下 并用手去拨弄 上层的血很快就被扫去 渐渐地露出了一块麻石来 表面有很明显的打磨痕迹 凭着在考古队待过的那两年的经历 他一眼便看出 这里有情况 嘿 你们快过来看 这儿东西 我猜八成是个碑 抄子转过身去 朝下门喊道 无聊的旅途中 有新的发现 总是能格外地激发人的好奇心 连扎文斌这回都没弄例外 几天来压抑的气氛 已经让他觉得十分难受了 这会儿也加快了步子 朝着抄子那儿围了过去 脚下的积血 很快就被扒了开了 真如抄子所言 这是一块残碑 汗材料应该是花钢盐 可是这附近呢 并不产这种石头 所以应该是从外地打磨好了 运送过来的 可能因为年代已经有些久远 上面的蚊子十分模糊 并不是那么好辨认 老王从包里掏出一个放大镜 仔细查看了一番 挥着手朝扎文斌说道 文斌啊 你过来看看 这上面的刻字 我怎么都觉得有点熟悉啊 你看是不是有点像了 张儿文斌原本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听老王这么一说 也就蹲下身子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额头上的眉毛 立马锁到了一块 他把身子凑得更近了 闭上眼睛 用手抚摸着那块残碑 用心去感受 手指上传来的不同节奏 慢慢地在脑海中 出现了几个零碎的字迹 把这些字符拼凑到了一块之后 扎文斌说道 是的 又是这些字符 睁开眼睛之后 扎文斌看着老王 他倒是挺自然的 拨弄着自己的放大镜 扎文斌不动声色地问道 老王 既然我选择了来 你也应该透个底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们你的身份 但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你又掌握了多少资料 这些 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这对我的兄弟 起码有一个交代 老王可能料到了扎文斌 迟早会问这个问题 两只手放在嘴边 不住地哈着气说道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儿的资料也是组织上给我的 自从上次京城山过后 组织上才告诉我 还有一棵神树的存在 并把位置锁定在了这一块 据说前些年也曾派人来巡过 但带回来的消息 要么是毫无价值 要么就是人员干脆失踪 我手头上仅有的资料 就是这顶上有个小寨子 住着十来户人家 其他的跟你们一样 一无所知 臭子邪恶地看着老王 黑黑地干笑两声 王叔啊 想不到你这喉咙还真有点深啊 不过这一回您要是把我们给卖了 那我腰里别着的家伙 可就会走火吧 老王听着脸上也是红一阵白一阵的 其实他自己是真不想来找扎文斌 可是组织上呢 对他在青城山的能力十分认可 这种事也得讲个原字 有些人还就能找到那扇门 扎文斌又从包里拿出了一只毛笔来 站上朱砂 沿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描了起来 不多时一串古怪的图案就显现了出来 他长说一口气 说道 果真有些关系 臭子 朱雄 你们看 这和我们在齐丰山 见到的那些文字 是同一个类别 尤其是你父亲研究了这么久 也没个头绪 这是出自远古的文化 一个消亡的时代 如今在这相隔十万八千里的 东北再次出现 可惜这被血盖着 要不然还真能发现点什么 这些文字像虫又像画 构造十分复杂 不是单纯的象形字 这时 超子突然想起了身边 还有一个人 大块头兄弟 你知生活在齐丰山 你认不认识这些字 横肉脸正啃着干粮 把脑袋摇得像不愣鼓一般 嘴里含糊地说道 我不识字 超子偏了一眼 丢下了两个字 识货 扎文斌看了一眼山头 还有不少路 不能再耽搁了 说道 把这买好 做个记号 我们先上去 不然天黑就完了 队伍动了 远远看上去 像是一群蚂蚁 在一块白色的桌布上 缓缓移动着 向着山顶出发 雪地登山 不必户外运动 这是一项 极其消耗能量的事情 当下 每个人都还背着 厚重的装备 踩在这地上 脚下的靴子 不停地发出 咯吱咯吱地声响 因为这白茫茫的一片 把仅有的太阳热能 也给反射了大半 所以 即使在如此运动状态下 大伙的嘴唇 一个个都被冻得发紫 好在他们几个人中 都没有太过娇贵的人 每个人都哼吃着 努力向上攀爬站 超子和卓雄这一对 有着丰富雪地 惊艳的侦察兵 预判着前进的路线 因为地面全是积雪 根本看不出 哪是古出的岩石 这种地方很容易造成滑坡 导致人为的小规模雪崩 登山杖就是探路的唯一倚仗 超子将登山杖插进前面的雪地里 感觉是平地之后才踏出了一步 突然 传来了啊的一声尖叫 只见何一超同志的双手 在空中已挥舞 瞬间便消失在了雪地里 后面的扎文兵想拉一把都来不及 只留下被超子带起的碎雪片 还在空中飞舞着 几人赶忙围过去一看 好家伙 雪地里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直直地伸入地下 想必超子刚才那一脚是踏空了 整个人都被这个积雪覆盖的洞穴给吞没了 扎文兵赶忙趴到洞口 对着下面喊道 超子 你怎么样啊 下面没有回声 扎文兵接过老王递过来的射灯一照 下面黑漆漆的也看不清是个什么状况 他这一急就想下去看看 卸下包袱就放到了一边 卓雄倒是反应挺快 阻止道 哎 文兵哥别急 我先探探周围还有没有动 免得一下子乱起来 再掉下去一个 老王点头称事 卓雄拿着登山杖 先在周围探了一圈 那边扎文兵呢 也已经把登山锁给准备好了 好在暂时没发现周围有其他的坍塌 扎文兵找了棵山树 把绳子系上 就准备下去 随手一扬 登山锁便抖动着锤了下去 正在卓雄和扎文兵两人争辩 谁先下去的时候 只听见下面传来了一阵 哎呦哎呦的身影声 扎文兵赶忙问道 臭子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说坏 下面听到喊叫 立马喊道 哎呀 刚才给我摔背了气了 就是感觉喘气难 屁股疼 哎呀哎呀 这小子又在下面叫上来 扎文兵赶忙把绳子抓好 喊道 别急啊 你千万别急 我马上就下来 这个洞山二十米左右 只顾着担心超子安危的扎文兵 根本就来不及顾及四周的情况 没一会儿便到了下面 超子正躺在一堆枯树松叶上 身影着 看样子 这小子真摔得不轻 接着 卓雄也下来了 他有着野外救援的经验 知道一点紧急处理的办法 给何一超检查了一番 好在衣服穿得厚 下面呢 又有松枝垫着 也就是摔叉气了 给抹了一些药剂 喝了几口水之后 超子慢慢恢复了元气 这小子一开口就是 他奶奶的 哪个王八蛋在这鬼地方掏个洞出来 害得爷爷差点摔死 我看八成就是上面那群农民下的野猪陷阱 没想到他们给我算去了 一会儿上去 非得好好找他们理论理论 你家的野猪陷阱会挖这么深啊 自己走路不小心 没跟你摔死就不错了 看这小子没事的 扎门兵这才想起打亮这个洞穴 不看不要紧 这一抬头还真把自己给吓住了 什么会把他给吓住呢 死人 这洞穴的四周都是兵 异常光滑 活脱脱的就是一面镜子 就在这层镜子里面 扎门兵猛然发现了几张笑嘻嘻的脸 那笑容是僵着的 就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 这洞穴的最底下就足足有着四张笑脸 这种笑啊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种皮笑肉不笑 笑得很不自然 一个个还把眼珠子瞪得老大 瞅着他们 有的距离兵面近一点 看得比较清楚 特别是还有一个小孩模样的 把手掌朝外死死地贴在兵上 从他们这个角度看过去 活脱脱就是被一个 关在玻璃门外的小男孩 在拍打着玻璃 随时要进来的模样 不光扎门兵看见了 他们仨这会儿可都瞅见了 没有活人能生活在兵里面 这不用说 肯定是四个死人啊 天 文明啊 这是个什么状况 这 这怎么 抄子看着那些个东西 头皮一下子就发麻起来 想到自己跌下来 被这么一群朋友围观 那心里的滋味还真是不好受 扎门兵只站在原地 环过着四周 说道 我也不知道 看样子都是些死人 不过这模样也太想活着的了 仿佛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 被瞬间放入兵里的 我活了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 见识这么古怪的东西 老王在上面见半天 没人上来 就大声喊道 喂 下面怎么样了 扎门兵听后回答 没事了 放心吧 有点情况 我先看一下 马上就上去 说完 又对卓雄说道 你先带抄子上去 我随后就来 虽然卓雄也隐约 觉得有点不安 在冰冷刺骨的地窖里待着 本来就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何况周围还有一群 莫名其妙的人盯着你看 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下起抄子就扶到绳子边上 问道 你自己能爬不 你也太小看我了 没事 那文明哥 我就先上去了 你也抓点紧 赶紧上来 那玩意别看了 渗透 扎门兵应了一声之后 抄子拉扯了一把绳索 剑很结实 便手脚并用地向上爬去 趁着这个空当 卓雄问道 文明哥 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看着也都怪可怜的 这些人的个头 除了那个小孩之外 其余的 好像都比现代人 要稍微矮一些 但是却很健硕 穿着的服装呢 也都是些动物毛皮 看的样子 做工也不是很精细 就是用原生态的皮 包裹在外边 这些人的头发 是絮着的 胡子也没有刮过的痕迹 脚上没有穿鞋子 而是光着脚板 怎么看 扎门兵都觉得 是有些年头的人了 而且啊 年份还不短了 只是冰层里面的人 保存得过于完好 以至于外貌上 还真看不出 确切的时间 犹如鲜活的一般 扎门兵摇里摇头说道 看不出 不管了 先上山要紧 到寨子里面 找几个老乡一问便知 这么大的洞 他们应该是了解的 抄子在离洞口不远的时候 喊了一声 你们快上来吧 这洞里的尸体比牛毛还多 一路上来全部都是 别呆着了 听抄子这么一说 扎门兵原本已经打消了的好奇心 再次被重新点燃了 一边催促着着熊 一边把脸 索性就贴到了冰上 仔细观察起来 这老王提供的射灯 还真是不错 一股强光瞬间穿透冰层 把里面照得通透 扎门兵的脑海里面 突然蹦出了一个词汇来 琥珀 这琥珀呀 是一种珍贵的自然界遗物 说的是树木会分泌一种胶质 刚好裹住一只经过的虫子 这只虫子呢 因为落入了这种胶质中 便与空气隔绝了 永久不会腐烂 随着地质运动的不断变化 胶质逐渐凝结变硬 形成了透明带 接近于实质的矿物 可让那只亿万年前的虫子 还在里头栩栩如生 这种天然琥珀 可是价值不菲呀 为历代的名贵宝物 如今 这洞里的人 一个个被冰封在里头 不就像是琥珀一样吗 但是如此之多的尸体 规则地排列在此 那绝对不是自然形成 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那么这么做的原因 是什么呢 正当扎文兵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想到 如果这儿的先民 用一种中原地区 从未见过的殡葬仪式 也就是把死去的人 放进一个 事先做好的方块容器中 然后搬到室外 因为这儿常年低温 很快就会凝结成冰 再运送到这儿来堆积起来 这样既保存了尸体 又实现了安葬 当然 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而已 他把这种埋葬的方法 叫做冰葬 不过为何这里的人 却有着不同的面部表情呢 而不是正常死亡后 呈现的那种睡眠的状态呢 而且还有着丰富的肢体动作 这显然解释不通啊 闭上眼睛的扎文兵 用心感受着四周 他并没有发现 有魂魄的迹象 也没有恶鬼的感觉 平静的就像自己的 翻鼠窖一般 既然如此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扎文兵见卓雄也上了顶 就把绳子系在腰间喊道 拉我上去 上面的几个人一起拉着绳索 扎文兵被缓缓提起 而他的眼前也开始呈现出 一张张不同表情的脸 有安详的 惊恐的 难过的 高兴的 睡着的 总之 人的各种表情 你都能在这找到 而且无一例外的是 这里全部都是男人 在他到达一半的时候 贴见一具没有穿瘦皮的男子 也被冰封在了其中 就这么一撇 让扎文兵大吃一惊 那男子的胸口 有一道红色的痕迹 那痕迹啊 扎文兵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 另外一个和他朝夕相处的兄弟身上 有着一模一样的 那便是 灼熊胸口的纹身 红色映龙 带着这个深深的疑惑 扎文兵重新回到了地面 看着正在整理包裹的灼熊 他几次欲言又止 他还记得花白胡子曾经说过 这种割血纹身 是家族的象征 而这个家族呢 与三千年前的古蜀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如今 东北与四川 两地相隔十万八千里 更是位于我国版图的两个对角线上 这怎么也会出现类似的东西呢 他很迷茫 迷茫的是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蜀王残存的后人才会有的烙印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毫不相干的地方呢 而且这个冰窖是如此的邪门 当老王听到他们描述看到的东西时 也不禁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 不过大家商量过后 觉得还是先赶路 要是一会儿天色晚了 就得在这冰天雪地的半山腰上过夜了 再说了 还不知道晚上会出现怎么样的天气情况呢 决定启程之后 大家补充了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灯这种雪山啊 可是相当耗费体力的 他们又在那个洞穴附近找了棵树 系上了一条红色的绳子作为标记 这次他们换了灼熊打头 在稳重这个层面上 他确实要比抄子好上许多 看着眼前还有四百多米高的雪山 卓雄一刻也不停地赶着路 队伍的行径速度是由领头人决定的 在这种集体活动下 他往往能够左右进程的快慢 这小子的体力自然是不比抄子差 闷着头还时不时回头吼一嗓子 给大家鼓鼓劲 还真有几分领队的模样 大伙在他的带领下 走得也确实快了不少 当太阳渐渐消失在山的那一头时 一抹夕阳的余晖洒在这片雪地里 煞石有如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黄金 这种美景可不是哪里都看得到的 当然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暂 就在众人为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观所感叹的时候 不远处的头顶已经可以看到鸟鸟吹烟生气 卓雄面露喜色地喊道 你们看 到了 终于要到了 同志们 为了热乎乎的馒头 冲啊 抽子在下面叫道 还有热乎乎的酒都给咱们烫好了 冲啊 说着像一头雪地里的豹子般开始飞奔起来 看着这两小子的冲劲 扎雯兵心头的那份阴霾 暂时被放到了一边 也给自己加了把劲 开始向上攀去 山顶果真如老王说的那般有一个寨子 这山顶呢 像一个火山口 出乎意料的是 山顶上有一个小盆地 面积还不小 在这盆地之中呢 散落着七八间民房 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在冒着白烟 盆地的中间倒是没什么积雪 几个人顺着条小路一溜烟就冲进了寨子 这时天才大黑 这时天才大黑 感谢观看